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再回到行报现场 今天跟大家谈的 其实冷收收的北冰羊 究竟什么时候会消失完毕 而且它目前已经开始消融的情况 已经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影响 那我们刚刚谈到的前一段 其实有正面影响 也有负面的影响 前面我们谈到的负面影响 包括对洋流的影响 对地球的重力场的影响 对格林兰以及整个航道 这些都有影响 但是好处是说 因为融化了 多了一条航道 让商船甚至军舰 都可以经过北冰羊来发展 那么汪老师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航道其实是增加很多交通的便利 还有很多的 可能也有军事上的便利 还有商业上的便利 但事实上 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 过去其实北冰羊 或是北极的地区 还是有很多没有开发的地方 是不是透过这个交通的便利 沿线 沿路上也有很多的好处 是不是汪老师要不跟我们谈一下 它最大的好处 大概就是原先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现在开始因为暖化的关系 它开始变得可以让人去居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纪结束 整个全世界所谓的经济 或政治地理都会发生改变 所以我在热带地区 因为气候变迁 变得非常炎热的地方 它开始往高维度的地方搬 高维度过去因为太冷 所以不是人居 可是它现在来变得相当的温和 然后水资源很充沛 它的资源很丰沛 那北冰洋就是一个象征的开始 它等于是他们的一个前兆 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 就像台北附近的林口 林口如果我们50年以前去看它 那个地方不适合人家住 那个地方的湿度非常高 它一年的这个起雾的天气 非常非常的长 住在那个地方非常的不适合 可是现在它变成了 它变成了一个 我们台北市郊区的一个 新的一个复度性 它是一个新的发展的一个社区 为什么 因为条件改变了 环境在变动了 那北极也是同样的情况 原来不适合人去居住的 以后它会变成一个人 真相要去开发的一个 新的一个处理的地方 比如说格林兰 对不对 我们以前只有艾斯基姆人住 那以后是不是 我们都可以移民到那边去 格林兰其实 它下面有多少资源 我们不知道 因为它现在完全都被冰雪覆盖 但是我们知道譬如说像西伯利亚 像加拿大的这种极区 或者像这个 加拿大 对像这个北欧他们那些地方 它下面其实我们现在知道 有很多的矿产 有很多的资源 有很多的金属的这个矿场 存在那个下面 所以以前我们没有办法开发 因为它都被冰雪覆盖 人没有办法到那边去 做任何的开发行为 以后随着气候不断的暖化 那个地方变成一个新的 我们可以说人类发展的一个开发地方 新乐园 我们不敢说是乐园 因为随着气候变化可能不会乐 吴教授呢 你觉得在那个地方 是不是有很多什么利益 矿产 石油 对 以往的话就是说 我们说知道北冰亚因为冰雪覆盖 所以里面的那些里面的这些资源 矿产 石油 都很难开发 非常非常难 但是北冰亚一种的话 你要采石油或者采矿 就变得相对来讲 它的成本就降低很多 所以现在就还北冰亚的这些国家 美国 加拿大 苏联 苏俄 就是这些国家 都是极力的在争取 就是说能够去开发这些资源 北冰亚一软化 事实上当然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可能就是比较适合人类的居住 因为温度升高了嘛 那水资源也比较多 在全球暖化的过程里边 在负责在地区 现在负责在地区 有一个缺水的问题 就是水 缺水的问题 所以将来的人口可能会往 往北就迁徙 往比较高纬度来迁徙 这个是我们从暖化趋势所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的趋势 对 我们每次谈到全球暖化都觉得 它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危险 可是现在看起来 全球暖化也有它某种程度 至少对北极来讲 它增加了更多北方可以居住的地方 然后也增加了很多资源可以利用的地方 那这方面我再请教一下汪老师 就是说 其实我想上帝之所以把北极跟南极 做成这样的一种设计 可能是有它的目的 但是如果真的去开发 刚刚汪老师特别提到甲烷冰 那么二氧化碳这些 是不是就也有它的一些潜在的危险 就是人类如果要往那个方向迁徙的话 是 所以我们可以说看一杯水 如果说它只有一半 有的人说哇 只怎么三下一半 另外一个人说哇 它还有一半 所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那北冰洋也是一样 从商业 从政治 从资源的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 让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潜力 可是从环境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它不但是因为它下面的甲烷冰会气化 会释放到我们大地层 带动我们这个气候暖化更恶化 让我们这个世纪里面温度的上升量超过我们过去的估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带动生态环境的改变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今天我们看到北冰洋有许多很独特的动物 不管是这个北极熊 不管是它的迷路 不管是它所有的动植物 它其实都非常的独特 可是随着它温度的上升 这些东西都会慢慢地消失 就像台湾一样 台湾的樱花钩文龟 台湾的山椒鱼都会从我们的土地上离开 它都会开始绝灭 我们也看到了北冰洋 它未来也会在生态环境方面 带来一个潜在性难以想象的一个后果 而这后果带来的是可怕的灾难 王老师在讲的时候 我就想起台湾的后山花莲 那么到现在为止 其实花莲一直是一块这个世外桃云 是个净土 那很多人都说这个东部到底要开发呢 还是要保持它的那个美丽的风貌 是不是北冰洋也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想象 我都认为是的 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其实北冰洋它在三百万年以来 它都是存在的 而且非常的稳定 夏天它稍微小一点 冬天它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它从来没有一次消失过不见 如今我们却看到 因为我们人类的错误 让气候不断地暖化 我们正在看这个历史在发生 北冰洋终于会在我们有生之年的某一天 某一年的夏天 它就完全消失不见 当它消失不见的时候 所带来连锁性的变化 是我们难以去想象 难以去估计的 那这种事情的发生真的是难以去 这方面要请教一下吴教授 您觉得北冰洋多久会消失 还会很久吗 北冰洋就是说在夏天的消失 当然是在我们可以眼见的将来 就是说几十年里内 在夏天就会可能会有相当程度的消失 我现在讲的如果是讲格林兰 可能这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 是几百年几千年的事 就是格林兰的病几年的消失 北冰洋在这个融化的过程里面 它会造成就是急驱 急驱就是快速的暖化 这个暖化的程度超乎想象 它的影响不只是说对海水会有影响 它事实上对它周遭的陆地也会很严重的影响 因为现在就是说绕着北冰洋的周遭的陆地 基本上都是太原带 就是我们叫Tundra这种地区 这种地区的话 它的地面以下事实上是解冻的 将来的话 这些北极的温度升高 Tundra就会整个就会崩溃 就崩溃 所以里面的这些物质 这些气体这些 比如说夹缓器什么东西 就会跑出来 海水里面的 刚刚汪教授提到的 就是甲烷冰 这是在海水的生成 这些东西也是一样会跑出来 像甲烷 它是一个温室气体 所以它一出来 会更快的加速 就是十倍速的加速暖化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其实您也觉得 好像不是很适合到北极去居住是吗 居住这个是一个 就是因为大家会往适合居住的地方去居住 但是你说这个暖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所以终究你就走到没有地方去了 走到没有地方去 你一直要往北迁 一直往北迁迁到后来就没地方去了 北极本身是一个海洋 世界博物就指日可待 对啊 北极本身是一个海洋 你一直往北迁 你能够迁到哪里去 而且那个地方 它半年 半年有太阳 半年没太阳 你要那个地方做好 说适合居住 事实上也很难说 没错 今天我们的话题实在是非常有趣 我们平常活在台湾 都没有办法去想象北极的样子 今天两位老师给我们刻画 这个北极的风貌 或者是怎样正面反面 都值得我们来省思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继续再来做最后一段讨论